五次新冠点 不是中研院的副院长 是学者专家 怎么会去冲击到高雄的选情呢 因为观众朋友 利用手不低 事实上陈建仁的爸爸是陈兴安 陈兴安是白派的创派领导人 所以白派也是 王金平现在正在掌握的重要派系 所以王金平的影响力 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吗 高雄的选情是不是投下了震撼 但我们都会要来做讨论 那么当然呢 关心完小英的副手之后 要来关心一下朱立伦的副手 到现在国民党还大卖官子 但嘉青竟然有那么内幕内幕又内幕的资讯 他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呢 而他猜测的人选真的有可能是他吗 这个他到底是谁呢 最近要好好来做讨论 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周小平 我刚好 大家好 亲民党立委参选人康然俊 我刚好 大家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特别邀请到高雄在地 要来谈谈到底 陈建仁家族在地方上的政治实力有多大 特别邀请到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正文 正文 大家好 好 以及刚从海外归国的林国亲国亲修 阿宽好 大家好 好 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邱廷委 廷委 阿宽好 大家好 民进党前台北市议员许家庆 大婉 好 大家带你来看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宣布了副手人选 一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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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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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印象 其实和很多人一样 是他在2003年 台湾 SARS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林维授命担任卫生署长的时候 稳健 纯着的表现 在那个时候 陈副院长经常出现在电视上 他总是很冷静 很有条理的说明政府的相关的政策 对于当时惶恐不安的社会 他是一股很大的安定的力量 也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信心 而最后他也以流行病学的专业 成功的帮助台湾摆脱的SARS的阴漫 未来的台湾会更好 他有智慧 勇气 和慈悲 现在我愿意站在这里 表示我对蔡主席和他的团队的权力支持 和鼎力协助 我也盼望我们团队能够成为 爱与和平的播种者 在分裂的地方 促进团结 在仇恨的地方 播送友爱 在失望的地方 放起希望 在黑暗的地方 放射光明 台湾不能再衰退 让我们以勇气 智慧和慈悲 来翻转台湾 许给两千三百万人 心而永续的平安 繁荣和喜乐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在刚刚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就是 小英挑选的副手陈建仁 听说 他很趣的 他是很温暖的人 苏底下跟他共事的人 比如说苏伊人 那两个土豆林 两个土豆林 民政党里面有两个土豆林 是啊 民政党里面有两个军师 一个叫吴乃人 一个叫邱义人 那在一届流行病学 土豆林 一位叫苏伊人 一位叫陈建仁 他们两个并肩作战是非常有默契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抗杀死期间 这个共换难的那个精神 所以苏伊人很多我们重要的这些医疗生技产业的这个会议 顾问会议 他们两个都会一起来参加 他们两个一起参加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期间 就不免会互相开对方的玩笑 刚刚我们不免 诶 这君有做什么事情吗 类似像这样子的 是伴妹啊吗 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没办法带他回答啦 那就你可以看上他们两个的好交情 然后私下的那种互相的关怀也是 让人觉得这些人没什么价值啦 不会端一个价值 对什么人都开开去去 也都很温暖的这种情形 那他跟民进党一直走得蛮近的 应该这样讲 当时宇昌案他就是第一个出来立庭小英的啊 对 他是立庭小英在宇昌案这个例子里面 那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国科会 在卫生署的时代 他知道说这个医疗生技 对台湾下一个世代产业好重要嘛 所以当时蔡英文他没有想说 他会来做民进党的当主习啊 所以他去做宇昌案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想说 下一个期待台湾生技才业 他那时是国科会主委 他已经下来了 那时已经下来了 已经下来了 对他也已经没有再有任何官职了 他又回去当他的这个研究的工作 学术的工作 那所以当时他觉得说 像何大一翁启慧 翁启慧是他这个中研院的法官吗 所以他那时候很不容易去找八十几个人 来帮小英背书 没错 因为很多学者专家不想真惹到政治色彩 其实他其实虽然是学者 但并不算政治素人 没错 因为他们家在高雄是白派的嘛 对啊 他老板高雄官的官长嘛 第二任的是相当早期啦 而且是白派的创始人嘛 就是他们三个兄弟都没有人在从政啊 没有人接一波 每个人都是在那个专业界有发展 国家也是台大的教授 但是林民进党是没有找他去选择管党过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想游说他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所以他爸爸是国民党的 可是他都不加 他爸爸是国民党的 对 他爸爸是国民党的 对 所以他跟王金平也有相当深的价值 难怪王金平说 小英挑的副手人选会冲击到国民党的选择 我们等会儿来聊聊 怎么冲击 不过他跟小英真正很不错 常去他们家里忙着 因为小英在做这个委会主委时 他们是政务官嘛 是 那么是同事 是同事 对 那小英后来因为对于他做副院长的时代 因为要处理很多协调的事务 那他知道说生技产业这件事情 可以去小英家吃饭 那表示真的非常 小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不要去小英当吃饭粿吗 没有啦 你不够贵心 但是他不要去转工去玩家啦 哈哈哈哈 他不要去饮宝宝 你不要去饮宝宝 小英不要去饮宝宝吃饭粒啦 对啦 那主席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主席其实也是性情中人啦 一来干嘛谈得来的 他就会很愿意 尤其是 一样把新人去他家 跟他也是气味比较相投的学者啦 哦 这方面的 主席吃饭会讲话 有一次一群中小企业吃两个小时饭 他一句话都没讲 我的朋友 真的假的 蔡小英很闷啊 非常闷的 他快醒听了 还是我朋友人不对 不是啦 人不对 人不对 他在这种比较多人的场合 很内向的蔡小英啊 他就是会 那他在家里呢 如果他在家里请吃饭呢 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他说自己会下廚啊 他会自己下廚 最爱煮的东西 他最拿手的 他自己最自豪的叫做牛肉面 他最爱煮牛肉面 他最爱煮牛肉面 对 所以他就会说 今天我们家冰箱刚好有牛肉 今天没有 所以你没有口服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能够被他请吃到牛肉面 是蛮不错的啦 我只有吃到饺子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感觉是吃饺子啦 哈哈 好我们来看 陈建仁这个人选在小英松口之前 先被谁破梗了呢 先被花妈给破梗了 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是给大家非常高的评价 受到敬重 蔡主席那边会有一个公开的说明会 那我会在公开说明会的时候 跟大家再来说明我的决定 现在的心情是要为了台湾更好 有点紧张 东豪说他知道小英的餐桌上有哪些人 宇昌岸那一天 因为宇昌岸的时候要评估的时候 有谁呢你知道吗 有一个大家知道小英很重要的产业系的好朋友 张周某台湿店 所以小英的餐桌上有张周某还有谁 那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宏基的施政荣先生 施政荣先生 那当然中研院的院长那个翁启慧一定也有 翁启慧 这几个都够搭他 翁启慧好像也曾经是小英副手的口袋名单之一 有人这样传 有人这样传 反正翁启慧不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认识太久了 就好像说你如果说张中某有没有可能 其实你可以想象 张中某这种形象跟这个 这个陈建仁这次这种 都属于那种专业型的人 张中某一直都跟小英很好 可是那场餐会 宇昌岸那个餐会 最特别的是 我不晓得那个在不在场 因为刚才听家庭私底下跟我讲说 好像那个人落宝了 就是朱立伦他们最好的一个企业界的朋友 那个玉龙的颜凯太 颜凯太也在那场餐会上 听说那场本来也有颜凯太的 这是在小英家里 是台北的家 不是后来在新北市买的那个 所以你要知道 蔡英文的家里的那个小餐桌里面 做过非常多重要的人 好我们那回到陈建仁 为什么王金平会说陈建仁的出现 有可能会冲击到高雄的选境 因为其实姻爸是白派的创派 刚开始第一个创派的人 所以他爸爸之后才有林渊源 林渊源之后才有王金平 对 其实如果研究台湾政治力士的人 自己的派派 高雄的派派 你不敢不去研究 因为这种过程都曲折离奇 都真的 真的说三国英议的模式这么正常 高雄派派有三派 一般派派国民党会伺能的派派 让它平衡 恐怖平衡 高雄是三个派派 白派跟黑派 这派派就是黄派跟黑派 在高雄有三派 咱们就黄派跟黄派 所以说这国民党在台北的派派 政治人物反政治人物 黑金反黑金 所以一边黑一边金 有钱的口一边 有哪里口一边 两边 那他口不平衡 对 你像高雄官就好了 目前有十五个的官党 还没改革之前 有十五届的县市长 黑派做过八次 白派做过四次 黄派做过三次 过去是白派做完 黄派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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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黑派是余灯花老先生 他抵动了 黄派做三星的一个派系 说着陈建仁 陈建仁其实 他过去做卫生书顶的时候 没人知道他爸爸 我先唱个话 画面上就是余灯发老先生 余灯发老先生 他是前高雄县长 他是黑派的灵魂人物 他过去这三派做政策的 第一边陈兴安第一边就藏川 第一 他救五一年就是民国四十年的时候 他就藏川管党了 所以陈建仁 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一中的 不是说他老板过去的 崩公伟业 什么都没有连结 所以陈建仁 用他做书顶的时候 你有看问他 报告他的过程吗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当然现在 贵委副总统的职位 大家就开始研究 他为什么会对高雄的选情 造成冲击 大家就研究了 原来才知道 他老板是 陈建仁安 第二代的冠典 也是白派这问题 我说白派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 高雄派他的资酒很多名人 白派有什么人 陈建仁安 砍林渊源 林渊源是国民党 唯一一个当两任县长的 不然都紅白 紅白 黑白 黑 他们又起来 还有五公粉 五合胸 胡光旭 胡光旭 胡赫松 还有黄金帝 黄振柜 还有黄红党 说国义一个 说国义 我说台语比较顺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传说白派 都是白派 但是这些人跟陈建仁 他没有直接的感情 纯粹是做人 因为他跟这个 白派跟国民党 远远比较深啊 白派本来都是国民党 对啊 但是接下来 因为林渊源跟中少和 跟他们老陪中隆寺 是 他们亭送的后 现在起床在秦明堂 所以说他们的派系就有力量 虽然归类于泛兰 对泛兰 但是归类于宋主席 宋主席这边 红派 红派第一个冠军 就是红隆法 就是跟陈新安做的算 为什么他叫白派呢 为什么红 陈新安叫做白派 因为红隆法 在选举的时候 他说黄 他就叫做黄派 所以这个红不是红色的红 是水共红 因为陈新安就是 但后来大家都写红色的红 对 其实他不是这样 对 陈新安是因为他日本政府 他以前都在一张红 是越南越战的剪那种塑胶上面圆的 外圆也是圆的 我们早期阿平哥也在一张红色的 像一个厚厚 那些红色的 那红色的红色 他身体都要穿白 所以有红的有白 所以这样才叫白派 所以这样才叫白派 所以在第一次 1941年的时候 四爷出来算 就是陈新安就是陈建老白 还有红队的 红队的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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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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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白、紅、黑、換黑牌 黑牌的一個故事就很辛苦 因為他做無料不來的 於登發老先生 於登發老先生 於登發他以前 他為了做館長 他百塊了 剛剛賣賭賭賭賭多少 賣八十幾家 八十幾家 人做館長是在賺錢 他做館長是在賺錢 所以他會得到他命 對他的經典嘛 結果 你知道嗎 高雄和台南有一個三戰航橋 輸金開嗎 輸金開喔 輸金開 曹光駿也是他私人 在賺很多錢 結果 那時候的姓主席 叫做黃傑 你知道嗎 以前姓主席是多大 姓主席是將全台灣所有建設經緯 經緯都在文革的政府上 好 他是將軍嘛 他是將軍嘛 他就帶過來 然後他就 館長第四次做館長 他就去拜訪館長 他就說 他如果嚇到這裡都大魚大肉豪門宴 表示對那個尊重 你知道他等我請他吃什麼 去館長我請他吃什麼 請他吃什麼 四到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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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黃傑就說 他說說我總統一個全台灣最大的嘛 以前總統 那沒話說 總統就是蔣委員長 我姓主席來請我吃四個肉圓 他等我 想說我們都 健康人 我們在增加人吃肉圓 過一個中途就很好啊 結果黃傑有的這個事情 避免涼公 我姓早不吃 民間傳言啦 然後他就因為 土地中外安宋 拿去關 抓去關 因為肉圓 讓我們拿去關 做民間傳言說 因為黃傑閉免啊 就跟豬無法遇 夾吃醉核案無止 所以余政法總要做無頭 做無頭來 現在就 余政法 現在國民黨又提名了一個戴陽慶 余政法就叫他們父親 余瑞元 下去選 結果余瑞元 下選 余瑞元下選之後 來就換喝英文了 喝英文是唯一在高雄國民黨做兩院館 喝英文 喝英文就是陳辛安 他少年了啦 陳辛安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淵源 對對對 因為這樣做兩次 第一次是因為余政法那邊 家族沒有提出人 集齊林淵源 因為他們有 萬親的關係 所以集齊 所以白派過去的淵源 是跟國民黨的淵源比較深 本來是國民黨 栽培出來的 陳建仁現在是 但是陳建的人 一樣是國民黨栽培出來的 人是陳辛安栽培出來的 那不可以 等同來對照啦 那對高雄的選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既然我們談到白派 那白派的掌門人現在是王金平 王金平啊 所以王金平就說 會衝擊到選情 因為白派的力量就有可能會分散 你記不記得當時王金平講說他本來要去盧嘉誠的競選總部 後來沒去嘛 沒去對吧 為什麼 再去高雄 去朝中義重的台詞 對 去朝中義重 我們講高雄喔 其實這一次國民黨在高雄的布局很特別你知道嗎 他幾乎都是年輕時代 三分九個選區裡面三分之二都少年你知道嗎 都三十出頭你知道嗎 他們都大概都是七年級嘛 所以他們自己組了一個叫做七零世代這樣子 你知道他們那時候開記者會影像的官員 五月天啊 辦合作就入政區 他說國民黨大家這樣敢不敢 這就是我們要打破 我們要進入那個政裡面去 但是我剛剛講說王金平十一月 去朝這個中義重的選情 事實上那個那個這兩區 第一選區跟第二選區要一起講 他是不是去喬中紹和跟李鴻鈞 這個李鴻鈞不是那個李鴻鈞喔 不是我們北部的李鴻鈞 是南部的李鴻鈞 那是高雄議員嘛 他是不是去喬中紹和和李鴻鈞的嫌隙 因為事實上其實中義重現在來講 我們先把那個講清楚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搞不清楚你知道 中義重的爸爸就是中紹和 那中紹和呢 為什麼你講說王金平一定要特別去喬 跟這一個李鴻鈞的這個恩 這個事情呢 是因為中紹和跟李鴻鈞 當年曾經有過選舉的恩怨 當然這兩千塊七年的事你知道嗎 中紹和他也要選李鴻鈞 李鴻鈞是喜歡他嘛 他說他也要選李鴻鈞 結果李鴻鈞一直認為 他認為說國民黨的黨高層 沒有很照顧李鴻鈞 反而是幫著中紹和 當時甚至傳出來說 國民黨的高雄黨部 他說 你現在議員 你如果是趕去幫這個李鴻鈞 你試試看 他就覺得自己被打壓你知道 他覺得他被孤立 所以李鴻鈞他當時甚至跑到廟裡面去發誓說 我絕對要選到底 沒關係啦 如果要說退選就不要退 不要說了啦 講到這個樣子你知道嗎 非常強硬 結果後來整個的舉帶出來 國民黨還是跟他講說 啊不然你退 李鴻鈞他後來也想退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這什麼事啊 我有手抓要怎麼 後來找到吳伯雄 吳伯雄做國民黨的黨主席你知道嗎 國民黨就想說啊不然這樣啦 幫你調好啊 由吳伯雄 黨主席吳伯雄嘛 跟王金平去陪著李鴻鈞一起開什麼 開退選的記者會 所以王金平過去就是喬李鴻鈞嘛 他就喬這個嘛 現在又再喬李鴻鈞啦 但是重點是酒座這段你知道嗎 李鴻鈞就說啊 我當初是有酒座要這樣說啊 吳伯雄幫他找到解套的方法 吳伯雄說我當初是我跟你說 古早年的時候 我跟宋家他到底要拚生長你知道嗎 那時候也是拚到老尾老尾你知道吳伯雄 然後拚到阿里山搖拚 拚到純 純純阿里山我也要甩到哪裡啦 結果他後來不甩嘛 因為心緣大事嘛 我先跟你說 我跟你說啦 你酒座是因為你想要出來為國家服務嘛 你現在如果是替算 基本上也是為了百...為了百姓嘛 所以呢 生命會幫你諒解 當然是我這樣 生命也是幫我諒解 李鴻鈞聽說 這樣也是有道理的 後來甚至出動馬英九 馬英九說 阿我專心跟你拜訪啦 去幫你 後來這個他就退了你知道 可是國民黨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他的忠義重是第一選區 那包含他第二選區的黃韻涵 這兩個其實在高雄 都是白派的嗎 對都是白派 那黃韻涵是誰呢 黃韻涵他是高雄市議員 陸淑美的女兒 原先國民黨在岡山地區要派的 其實就是陸淑美 要派出來選立委你知道嗎 結果五月的時候 包含當時 當時規劃就是陸淑美跟忠義重兩個人 結果五月因為馬王鎮鎮 全都憨慌慌 沒關係啦我們不要算啦 陸淑美那時候公開的講你知道 他講說 阿王院長叫我選我就選 人家叫我不要選我就不要選 所以 因為他是白派掌門人 所以你知道其實高雄地區 小平這邊很清楚嘛 他們本來是五月是完成提名 結果五月沒有完成提名 小平高雄也很清楚 他們都了解 國民黨無意不行 你知道嗎 小平是冠山南北啊 結果七月份的時候呢 他們七月份的時候 小孩開一個協調會 你知道當時協調會要在哪裡開 在王金平他家開 把這些在地上都放在你 找到他後來就覺得 王金平清點了誰 就是清點了黃韻涵 所以這一次王金平非常非常用力 幫黃韻涵在助選 非常非常用力啦 包括忠義重啦 沒錯沒錯 他跟陸淑美的關係多好啊 陸淑美就是他不管王跟誰不愉快 以前跟吳跟馬 那他當然不能出面啦 都是陸淑美是最大的炮手 最大的力量那個陸淑美 好所以王金平曾經說 高雄他認為不會 律不會全都跑掉 就是他認為高雄有 兩席以上有可能讓國民黨拿下 但現在如果是陳建元出現的話 有可能 忠義重和黃韻涵就是陸淑美的女兒 有沒有可能白派的立安會被瓜分 阿公我先來補充一下 剛剛紅派白派黑派這個 因為我在地也是好幾十年 那個紅派為什麼叫紅派 剛剛那個大哥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他是因為在爽起的時候 洪榮華第一次爽起 他一群人沒有 所以大家要歸類安排 那這個陳信安他是被歸類成白派 意大沒有 那這個白派跟 我們所謂的民進黨結合 其實不是這一次在結合 在第一次辦理這個 這個縣長的選舉的時候 就是陳新安跟洪榮華第一次在選的時候 其實余登發就是支持陳新安 所以過題就有這個結合的這個例子 余登發是支持陳新安 然後余登發 陳新安就代表說 陳新安其實跟綠的早期也有一些連結 但是他們不是因為裡面的結合 不是因為什麼 因為就是安憲華 國民黨拿名 余登發就不會送 他就要支持陳新安 所以那次的選舉第一次第一階段都沒有過半 其實陳新安的票是贏過洪榮華 但是第二次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拿名的安憲華就順利當選 那為什麼余登發叫黑派呢 因為就是余登發在... 第五的幕子 不是 他在做管理的時候 他在做管理的時候 那時候的議員叫做第兩競 因為余登發就是比較不受... 第什麼... 第兩競 第兩競 戴良慶 戴良慶 他後面改... 他後面改... 余登發後面改 比較不受控制的 那余登發是我行我素的人 他沒有政黨的壓力 所以那個第兩競 都說他黑派來 都說他黑派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說余登發派的叫黑派 因為說他黑派來 所以說安排黑派白派來有是這樣 好那講一下忠義仲 因為你是在地的 忠義仲和黃韻涵的選情現在是... 其實剛剛講到陸淑美 這個我還要必須講到一個秘辛啦 當初... 陸淑美跟誰的秘辛 陸淑美跟他女兒黃韻涵 當初還沒有要決定敲黃韻涵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因為看不慣說 你們都在那邊拿俏 都不願意為黨來犧牲 所以那時候 黨中央包括很多記者都在問我說 岡山有一位所謂建商的兒子 要代表國民黨出來選 信實 是頭的師 這本來是一個信實的建商兒子來選 因為他就是要壓迫陸淑美 你不想選 我卻有人幫你選 這個也是年輕 高學歷留美的 這樣陸淑美心裡想什麼 他心裡想說 這個如果選立委沒條 一回到我拚議員 我怎麼可以讓他選 我當然不能讓他選 對 而且插一句話 那個實信商人口袋很深 口袋很深 看起來董好也認識 聽過 所以大家耳裡我詐 所以當記者開始在問這個問題 隔天陸淑美就宣布他女兒要選 原來是這樣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在地方的情況 真實的情況 陸淑美第一次 縣市合併之前的縣議員是 副議長 那縣市合併之後第一屆 的五席的司議員 他是選第四名 五席選第四名 做副議長的選第四名 已經很流血了 你怎麼這次第二次選去 大家都想說原來的議長 跟他競爭的國民黨 這沒有選 許福生沒有選 他應該得票會非常高 但是後來選舉的結果 他調查過會去 所以我認為說陸淑美這一次的確是確戰 所以派他 所以白派在地方的實力 現在是不是慢慢在示威 的確派系在高雄縣市慢慢 不然怎麼會調查過會 不是 因為他有一個指標 是因為陸淑美當過兩屆的正名代表 六屆的高雄議員 他還做過那個議會的副議長 所以他剛剛會講說一個選到最多 所以選到變成這樣 因為他的邏輯是這樣 對 所以我來講說 其實我們要看現在目前高雄縣 原高雄縣這個地方 真正的有影響力的是誰 阿冠你知道陳欣安 他當初選第一屆的縣長是六十年前 我們兩個都要不出席 我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阿冠 我們都要不出席 所以我而已 你如果說我 已經出席你明天不要再來 所以那個是很遙遠的政治 那我們現在來看真正在高雄縣 我跟你講上電視也是要政治正確 對 你只要說主持人只有二十八歲 不然明天就不用來了 明天說你二十八歲 你三十三歲 我六個老實說三十三歲 在庭最少的是主持人 你不用再加了 不用再加了 目前高雄縣高縣地區 可以跨派系藍綠通吃 就兩個人 一個是我們目前的農田水利會的會長 李清福 李清福 他是正面挺 正面挺民進黨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用講 誰換藍綠通吃 但他這一次是正面挺民進黨 他完全都是挺民進黨 第二個叫做 前議長 擔任三屆的議長 叫許福生 許福生 我舉一個例子 縣市合併之前 民進黨在這個選區 最多十席 最多兩席 一席是家常便飯 縣市合併五席之後 提名了兩席 兩席都上 但是 陳菊 非常的尊重許福生 三顧毛孺 為什麼 你要知道 李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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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國民黨議長交談 你知道嗎 這規定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三顧毛孺 在這一次選舉之前 特別拜託許福生 是不是能夠出來選議長 所以許福生跟花媽的關係也很好 因為花媽也希望 藉由許福生來控制整個議會 那因為許福生種種的因素 他確定就是他決定他不再參與 我先說這才有後面民進黨提名過半的問題 民進黨提名過半 所以那次許福生沒有選的嘛 民進黨提名三席 竟然三席都是前三名 而且贏國民黨第四名的贏五千票以上 我那有許福生的一帥 民進黨的民視就會在後面 所以可見他的影響力很大 他的票源是橫跨藍綠的 他這次提醒 這次提醒非常有趣 邱志偉這次會上 林醫師 他不可以叫到兩個人 第一位王金兵 所以他沒有停 第二個就是到許福生 為什麼 他說 福生沒有停 其實許福生 在地方沒停就是停在民進黨 沒停停在民進黨 沒停就停在民進黨 所以林醫師那個時候就沒收聽了 是啊 所以他到也不可以叫 說地方兩個人不給我支持 所以我才會輸 結果是王金兵 結果是許福生 對 所以這才是真正在高雄地方 藍綠通吃的人 不過許福生 因為他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講說 他們在喬這個綜藝眾 還有這個所謂陸淑美 他們協調會七月份的時候 在王金兵家裡面 有出現嗎 許福生是有出現的 有出現喔 那個實性見商跟他非常好 所以許福生最後就在 所以許福生現在動向不明 你不是太想法 許福生現在是代價而固 代價而固 他的影響力 我再舉一個例子 當初林代華 這是形象非常好 未來縣長的人選的時候 林代華單一選區 曾經輸了國民黨的江陵軍 現在的南部行政院邦市的指令長 那個幕後操盤手就是許福生 所以許福生不是在自己選區有影響力喔 他是整個原高雄縣地區都很有影響力 所以高雄的選情會不會因為陳建仁的出現 而出現不同的翻轉呢 那當然 關心完民進黨的副手人選之後 國民黨的副手人選 現在也傳言紛紛 傳出沈春華 那個是許家興說的齁 你的消息來源是哪裡 我們先來聽聽各界的看法 我們的副手是不是 請問陳春華 應該是民進黨那邊放出來的 那麼民進黨應該是民進黨去找陳春華才對 陳春華形象好 尤其長期在主播間 對於這個媒體方面 對於這個媒體啦 對於這個生活大概都是非常好 形象蠻新的 這倒不知一直好拍喔 我們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社會的 大家的聲望也好 或者是一些政務的經驗也好 這可能都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大家 我們黨現在難道已經 已經頹敗到需要 找那個民主來把他加分加持 讓他變成僵屍把他活化起來嗎 好 為什麼是他呢 將心理是從哪裡聽來的 其實我們大家彼此都有一些互相的朋友嘛 包括媒體界的啦 然後我們這些民意代表嘛 那我就有聽說這個最近朱主席呢 這個到幾個資深的媒體主持人 那邊去拜訪 那去拜訪的話 其中有沈春華 陳文倩 不只啦 不只啦 那但是因為資深嘛 其實他沒有講出是誰的名字啦 大家講很資深嘛 然後也有相當的這個 已經還在檯面上主持的人嘛 那我們就算一定不是阿關嘛 阿關只有33歲而已嘛 對 40才可以選政府總統 對啊 所以阿關現在還沒有資格 所以我們這樣掐指一算大概可以 可能可以浮現的 那因為 所以說 那有人就說 確實有去拜訪過沈春華 那有可能是列部分區阿 我不排除嘛 但是這樣的可能性都有嘛 所以我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就說 去到那邊也有可能順便講阿 對不對 要不要給我們推薦一下阿 那有沒有副手什麼適當的人選阿 我們要尊重一下媒體人的看法阿 等等的 那也是一種試探阿 我們是不曉得那個 最後的 講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 沈春華主持人有被拜訪是事實 那文獻姐呢 我也沒辦法替文獻姐講話 不然等一下文獻姐又說 神經病 對啊 他會滿想知道這個小回憶是在哪裡的 我們市議會有個議員 嘴蠻賤的 我保留他的名字 他就 那個菜 小英賤人 配 那我們一定要推 麗倫好人 配 我知道那個人是誰啦 兩個字的啦 兩個字的啦 麗倫 兩個字的啦 兩個字的啦 中心要大大中心 找個好人出來 好 所以現在除了傳沈春華 傳文獻姐之外 還傳了一位人物 因為 朱麗倫說要 早有社會聲望 以及政務經驗 其實他已經開始透露訊息了對不對 高雄市市長的部分 沈春華表被傳過一次來兩次 所以他曾經傳過要選白禮猴 有啊 要選白禮猴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有講到是說 確實有國民黨的人 問過他 對於不分區立委 有沒有考慮過 是這一次 對 剛才N級 然後 然後 他是說 他曾經問他自己的女兒 他女兒說 你是小嫩兔 你不要誤闖政治聰明 他又不是小白兔 還是小嫩兔 那就比小白兔更嫩了 然後他自己開玩笑就說 欸 我不是母老虎嗎 整個班車上面都在大型的喇叭 你要讓情緒帶動起來 讓人到處 大家都搶聲 大家都搶聲 他們都一直喊 他們都一直喊 我們想我們 我們還在上面喊 他們就對我們 那如果是廖廖矣 我倒覺得是一長好奇 我突然吵一下 我跟你講 時事前面曾經有這樣想過 人選之一 可是時事變化很快 兩個大變化 第一個 民進黨很厲害 一到八名搞八個N級 就逼得我們第一名是王金平 二三四五六 人家蘇家全放在第九名 就確定了 對 就是我們當然文化不探 總之我們要搞幾個N級 被他們比下去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 那然後呢 七八九十十一百 縣市六都 可以參選的人 只做兩年 持料 換可以接棒該選區 那個縣市的選立委的人 就從後兩年 從部分區轉成 前兩年培訓 未來的 白禮猴之爭的人選 後兩年培訓未來的區域立委的選 不是啦 你剛好講相反了啦 因為他們排在前面 他們這兩年要先做立委 然後接下來兩年嘛 以後他辭職 現在借疊書 然後2018年去選舉 你剛剛講相反了啦 你說 不分區的NGO排前面 不對 NGO排中間 這個就是 採聯模式啦 七八九十十一 其實民進黨 蔡英文也用 二零六年就用了嘛 因為吳宜貞就是 用部分區立委在選 好啦我們回來講廖廖宜 廖宜 廖宜是 因為陳建仁的名單不關 廖宜宜說實在 廖宜的機會就沒了啦 對 所以要付你逃 因為出了要承見人 就不可以放廖廖宜了 而且現在鎖定的是總幹事 不是副總統 但是廖廖宜可能是總幹事 對 總幹事不是李四川嗎 沒有 李四川的威力 怎麼會比得上廖廖宜 要你奪走 決戰中台灣的大概念嘛 因為你要知道 李四川到四川人 可能比台中還人士更重要 所以台軍回到選舉的概念嘛 因為你要知道 這樣選舉的國民黨來講 是兩個戰場 一個是總統大選 一個是立委 所以你要有兩個總幹事 還有這因為是 因為前面是洪秀柱的時代 才有分裂投票的可能 當換成朱立倫的時候 就不會有分裂投票 李四川會掛名執行總幹事 是 總幹事是廖廖宜 所以他一定要有兩個人操盤 那剛剛朱立倫的問題就是說 他離開了大台北 甚至離開了桃園之後 走在路上 他也不知道要去誰家裡 你不能只找這些檯面上的 像廖廖宜他們這些 小雞抓路啊 這不是小雞 小雞的頭 當然就是這些派系大佬了嘛 因為像廖宜這種 他這樣子的人 他在地方上是這樣子 他是生物到基層 你要知道 比如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廖廖宜他們家 曾經出過三代的 蜂原市市長 從日據時代 台中 台中中廳的廳 從他們開始 就是從蜂原 那時候到街嘛 然後 他們這個在蜂原一直到 他都去當蜂原市市長 那你要知道說 他對這個地方熟到不行 還有在整個中台灣 因為他那個時候 當國內政部部長 他也曾經在超盤浮選 你走到地方上 有廖廖宜這種人 你才知道要去哪裡要找誰 那像廖廖宜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個性比較霸 你要 你要 你要划這個划的人 如果不夠兇的話 會壓不住正腳 對 他很兇嗎 他很兇 他罵人 我跟你講他在 他在當台中縣縣長的時候 是罵人有名的 很有魄力 以前 議員會到那個縣長公館去吃飯 對 有一個議員 就是那時候 台中縣其實比較厚 有些地方議員 是可以穿個拖鞋 就 或者把皮鞋 你知道皮鞋後半截 踩掉 就是鞋跟 就把皮鞋當拖鞋關 那現在也有一種鞋子 沒有後面的一個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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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伯不敢去你找夾饭 可是這是日本風格 就像說去料料宜那時候 縣長公館做客人就知道說 吃飯的時候 料料宜都在桌上對不對 他的太太縣長夫人應該是女主人對不對 應該陪同對不對 男女平等啊 在那個時代不是這樣子 他的太太是在旁邊幫客人天飯天菜 那跟曹新城一樣 曹新城太太又漂亮又年輕嘛 我們去他家玩你知道 老伯都罰債 新一夫幫 門隊大概300平150打通嘛 然後費用當然有嘛 他不叫費用 每個客人蹲下來給客人拖鞋 曹新城的太太 那曹新城阿公阿嬤也是日本人嗎 這個我不曉得 回到家老一聽說 他有個外號叫怒目金剛 我以前聽過一個傳言不知道真的假的 據說他有一個局長 因為他晚上連連做噩夢 熊斑屁屁屁屁 最老公我不愛做了 幫他調職之後 他才有辦法繼續幹下去 我跟妳講他很兇嘛 罵人那種罵人罵得很 你知道有些話不能在電視上播出的 有的時候不小心就 是那個三角圈圈叉叉 還有百分比的那個符號 還可以用日語發音 那要算 主要他盯得很緊 盯得非常緊 但是呢 他對他自己的兄弟非常好 他們那是生死相挺的 我我你記不記得 料理以後來那時候 當立正部長的時候 那個 那時候經濟不景氣嘛 金融風暴 然後不是發消費券嗎 我想起來了 短少兩百多萬 消費券 我們那時候財經大事 消費券竟然會短少 短少兩百多萬 大概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怎麼辦 他要負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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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啊 他就整個就 我認啊 可以用公部門的預算也可以啊 沒有 他用他 他被罵得很慘啊 料理 料理選擇自己拿先算幾天 那時候他又靠欸 人家說 男二人都不經談欸 他平常是不掉眼淚的 他平常是不掉眼淚的 他是日本經營的 他說這個鐵皮掉這邊很好啊 深淚俱下 所以料理也是自己 就補了兩百多萬 當然不是他自己 他的最好的朋友 就是他當縣長 鄉親的小庭 他當縣長的時候 他的議長 林敏玲 林敏玲 就幫他募了一筆錢 兩百多萬就把他補掉 那這樣子補掉 其實比較簡單 為什麼 比較沒數 就是我捐一筆錢給他 他也不會給他買 對 那還有這樣子又快 所以你從這個點 你看看出來 料理他那個 愛憤憤明 可是他地方上 他太熟悉了 好 所以料理真的會 由小平所說的 擔任朱立倫的競選總幹事 第一人選 夢幻名單 夢幻名單 在遊說中 好 那我們來拭目以待 好 我們既然談到了選舉 其實選舉造勢的場合 非常非常重要 那是比民調還精準的 另類民調 我們帶你來看 昨天小英在新北競選總部的場合 哇 那真是萬頭鑽洞 誰也到現場呢 宇天大哥也到現場了 不過兩個人擦身而過 我在部分區裡面 我是長很久了 所以 差不多有三四天的心情很穩穩 很想不開 大家要求我能穩好穩 我們所有的鄉親 大家要怎麼唱唱唱 團結起來這樣好不好 主席剛剛雨天唱完歌就倒了 這一張名單 三十四個部分區的立委 整個社會都給我們拍手 這是一張好名單 這是我們未來堅強的 我們國會的團隊 請問主席那個現場人很多 是 非常的多 你們有顧過嗎 應該大概應該有兩萬多票 能站的地方 然後樹啊 什麼亭子啊 椅子上面全部都是原 是唱跳的嗎 那我們親一下 夏天 一彎的字 今天再說不簡單 在那種心情去夏宇文 曾去中部配小英教的語 其實曾他的現場有百多六天 他再去他也要去宜蘭 聽說他沒有在補風區的名單 你一直打電話他都不接嗎 當然 因為我前兩天已經沒有出國 回來 做給他回來 做給他回來 我一直卡 卡他電話都關機 因為媒體很多在追他 要問他的心情狀況 我們也打了 對 但是今天我有怕他接到 我那天就要過家人看了 不是說讓我們兩天幾天 所以我先卡他的主義 因為說很穩定 當然不是他穩定而已 支持他的 因為他那是公共財 不是所有財 他是在演藝界也好 在政治也好 他都犧牲奉獻而已 你說他在集聖點 其實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當時余天朗來三重選的時候 一百場 肇事晚會 告訴你說每一場真的是人蠻蠻蠻 而且他每一場都有大咖的藝人 他最後一場有胡瓜 賀一行 有很多的明星 但是我想 我敢說是空前絕後 為什麼他一百場 那藝人都是收聽的 是免錢的 贊助的 你跟其他人選舉 沒好不可以 沒有得到這個經驗 我們也沒得到 其實民進黨這幾年來 自一天 余大哥去民進黨之後 不管大小的選舉 人家叫他 將來不可以拿 因為說時間重複 他心想 我們是一天九十十天 九十十天 一天十十天 是主席跟天皇才有這種 這麼多人 今天是唯一一個 可以大家挑破仇的助選人 那這一次的選舉 我希望氣氛不一樣 然後我們在做主持人的 我們就說給他本來排三條 然後都說 沒辦法沒辦法 他一張已經在剃了 現在他把他剃兩條 所以我就硬生在把他砍掉 最主要是這樣 他很棒情很棒 他不敢受過人頭的車子 不敢受過人頭的車子 他不敢開口說請一張飯 他連肝腸都沒時間 那邊吃飯 四十八十股鐵的頂端 要不要走 好 那為什麼大家 那麼喜歡找余天呢 最主要的是 那個晚會的氣氛很重要嗎 那個氣氛 如果苦會起來 對孫情的影響很多 當然 那個民調比 我們看到的那個 硬邦邦的數字還追 甚至有人跟我講說 我是不要算過 有算過的很多老先生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看那個造勢晚會 造勢現場的人 和氣氛 他就知道這個人會抓不抓 其實喔 最主要是余天 我們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余 那種明星的光芒 我們夢魅以求 可以跟他近距離接觸嘛 所以我們只要余天 答應說要來我們的頂端 旋軟車有出廣告 好 當時當時余天 要到現場 那不是最明顯的情況 人就都自己來了 做動員是最辛苦的 其實我在高雄 大家如果要遙天 如果說余天要來 那絕對麻將 我就知道余天 就知道我們在 圖選的行程 小平你不要急 不然你們就直接 不要讓江蕙生選 就提名李婉玉嘛 既然你就不要提 不要提 補血的場子的熱 還是不熱 我們怎麼看啊 除了人之外 你看朱麗倫到目前為止 他的手有沒有被人家抓傷過嘛 是用這個做指標嗎 小英要高的地方 是大家趕快放在那裡 你知道嗎 武台現在都大進場嘛 所謂的大進場 是說武台最早前慢慢走去 去戰 比萬里長城更長 跌跌了 所以他怕幾分鐘 也是要做出指標 有時候走十五分鐘還不夠 大家再發動算 發到主持人 越發越少了 你知道嗎 他怕什麼 他怕什麼 他怕到尾 就要再輪流 接著發動算 所以你看他的現場 人潮就清楚了 人潮就是選票啦 還有那個氣氛 那個熱情 所以要等他余天那個 就是隔街較勁 跟朱俊曉 那一場非常精彩 為什麼 我們三同呢 幾乎能出動的人 全部都出動了 全部藍綠的人都出動 兵分組織 這畫面就是上次 這就是他跟朱俊曉 PK的那個晚上 就在隔壁同一條場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很好笑 就是朱俊曉 發動里長 叫領長 尋守隊 一個人都要再去 然後人家說 不好意思喔 我去那邊簽名簽名 我去隔壁 結果我們去隔壁 你去隔壁了 結果他去那邊簽名 簽名可能有車馬費 就來隔壁了 我們都要不開電話 人家就被罵 我說兵分五路是怎樣 譬如說我們是西區的 我們要走到中區北區 我們怎麼走 我們兩百的三百的四百的 走到現場 我們這隊已經有兩千多的醫生 現場呢 全部五百公尺 全部都大爆滿 然後當時馬英九說 要來跟我們搶一下 跟照鏡 那天他還沒來 然後他 我們當場都在 馬英九有說 他要幫朱駿小報仇 但是他那裡都沒人 怎麼報仇 對啊 現場喔 他朱駿小 他是同一個地方 然後結果人都在我們 結果人都在我們這裡 他們都沒有人 去簽名而已 大家都在聽我們 這裡有很多歌 所以那個現場的氣氛真的很重 你們嘉義是不是那個噴水池 那個是有趣的 嘉義那個噴水池很有名 是 左邊 右邊 兩邊不一樣的人對不對 一邊 一邊是 民進黨一邊是共同 全台灣選舉 如果選舉說 最緊張的 驚風最緊張的 就是嘉義 就是嘉義的驚風 嘉義的驚風 要早早就要安排路線 動線 國民黨的泛藍的怎麼走 怎麼繞圓圈 繞那個噴水池繞過來 怎麼樣才不會衝突 喔 這 過去 正經是在 那個噴水在旁邊 都還沒有隔開 就是大家 岩手分計 你們驚人 我們驚人 我驚人 我叫小 中的線就是雙方線 雙方線 雙方線就是你不要過 我不要過 大家 你搶我我搶你 有的就沒了 你知道嗎 沒了 這邊把那邊拖過 這邊的人 有的不敢再記 怕拖過 叫做煎 你不敢 他們就在家裡噴水池 打到最後 怎麼樣你知道嗎 很差勁 打到最後 如果想太難 救護車都要stand by 你知道嗎 是很重 救護車要求人 要求人 要求人 又困難又搬去 氣氛又會很緊張 後來 到蔡同龍去改的 蔡同龍 跟蕭萬長那一屆 中就開始 那些巨馬都隔開 不是巨馬就好 巨馬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丟東西給你 你可以 創前者丟過來 什麼東西丟過來丟過去 還是在爭吵 又是有那個靈性衝突 接著 連巨馬上面都搭 木板 巨馬上面貼木板 怕爬過去是不是 不是怕爬過去 不讓你看到對方在叫囂 也不讓對方看到你的嘴臉 不是聽不懂 這是聽不懂 這是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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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如果看那個車就對了 那是大大的拐班車 家常型的 整個班車上面 都有一種大型的拉拔 重機音的拉拔 大家在旁邊的音樂 根本聽不懂 根本不知道這邊在說什麼 那邊在說什麼 我去做過大家的麥克風手 那情緒帶動起來 真的 你會覺得最後的一晚上 已經拚了那久了 明天在等待 勝選那種心情 就把他釋放開來 我做鼻子 我今天突然要來找鼻子 找不到 你說哨子啊 哨子啊 立後的寧國慶爭 拿一萬顆去 一盤子唱得沒半顆 大家用餘子用唱這樣 因為要看 影響十八太大了 大家找鼻鼻子 就用鼻鼻子 鼻鼻鼻 鼻鼻鼻 很熱鬧 就放那個 你這邊 鼻鼻鼻鼻鼻鼻什麼 他一定沒有鼻鼻 我自己做的 那他一定沒有 他也是用影響給我們按 那種影響 是你沒辦法站在喇叭前 大家齁 要去參加的遊行 都要用粉頭 你知道嗎 粉頭什麼 粉吃到那個綠嘴 煙頭的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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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容 那很大聲 那種 你去感受一下 你就知道 阿嬤去感受過 他說過往 這嘉義這麼老健 這麼新鮮 謝院長 孫總統一邊 我也是在這裡做出麥克風所 他也全天去嘉義參與 那個聖會 他剛感受到 嘉義是 為什麼叫民主勝地 是把那種選舉 用作家連華會 但是頭的時候 有一點激情 都會造成零星衝突 現在衝突就比較少了 因為 中央都走什麼 就嫁不去那邊 你們家看不到 我們這邊 看不到你們那邊 你們那邊看不到我們這邊 光是聲音 比大聲 這樣而已 所以現在是比拉巴 比配 比車 比大聲 我跟你講 台灣最精彩的選舉 是誰 兩個最厲害 陳水扁的台北市長 那時候我是台北縣議員 新黨 唯一榮議員 這邊十萬人在體育場 十萬人 然後 那我們從天母出發 那個士林北投嘛 然後招康就打電話給我 欸小平 魏玉隆怎麼還沒到 你們還沒到 我們六點出發 四路車 對 全台北市塞車 腳踏車都騎不動 六點出發 八點到哪裡你知道嗎 他八點打來 因為急嘛 後選人要上台嘛 九點要上台 還在中山北路五段 然後招康康從哪有多清楚 你知道 然後我們十萬 一般的候選人是不是衝分頭 對 不 小平 因為開車我開不動 你騎摩托車 你去派幾個朋友跟助理 你去看 你先叫我 我先去騎摩托車 騎到那個阿北的場子 也是十萬人 然後 然後他頭腦多清楚啊 他說 阿北的場子 然後 抓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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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 你看完陳水平的場子 你跟幾個人自己騎摩托車 再找四個人騎摩托車 到各大橋樑 看有沒有人回去 他的場子十萬人 一半回新北市 那叫台北線 叫回中和 回新變 那就表示 那不是台北市民嘛 那就表示 兩個這真的是政治明星能幹 頭腦多清楚 沒有被十萬人衝分頭 還指揮 你去看著看這個 就是裡面可能有一些是 台北線來的 那不是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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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回台北市 沒有啦 那是台北市 在郵件的時候 在郵件的時候 整個高義關 成志昏林 刀落 北港這邊 台南後面了 鹹水一邊 整個都挨起來 吳豬王 什麼時候合體 還有馬 吳豬王 馬那天要合體 所以說 那是整個每一條雞子 自己要去看說 有沒有人回家去 來知道 到底哪邊比較熱 等一到處 等一到處 大家都走聲 都走聲 他們都一直喊 像我們 我們在上面喊 他們也對我們喊 走走走 台灣一定喊 大家都在喊 搖 大家就一直走 一直搖 搖搖 阿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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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一定贏 你就是現場 這個小英有什麼slogan 小英的slogan 小英的slogan 國民黨沒到 國民黨沒到 大陸的事 這個 小英的slogan就是 點亮台灣 點亮台灣 但是這罐你就沒有 沒到 沒有到 沒有到 實在 不好玩 不好玩 我都用大家今年 來看 去看看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 SET三大新聞台 小英的slogan就是 點亮台灣 點亮台灣 但是這罐就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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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來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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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相信 回到新北 昨天那一場造勢 來 新北的選情 現在很緊繃 確實是這樣 實在說 因為 時代有時候不一樣 以前在阿扁阿扁 那些組織的時代 大家都 哇 很情緒很嗨 因為那種民主法 大家開始嘛 第一次選市長嘛 第一次選總統嘛 國會選民改選 那時候我們的風潮 就是說 哇好不容易台灣有開放的機會了 但是已經經過二十年了 現在那個 氣氛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比較冷靜 現在還可以 小英有關 因為小英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冷冷冷的人 對啦 所以我們主持 我們主持人的風格 也要跟著改變 一早就是要化妙喔 然後就是要怎樣 讓大家氣氛很快 現在的調整 都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安排就是說 看有什麼亮點是媒體的 可以錄出嗎 但是現場會勒勒勒勒勒 那已經不是重點了 然後我們講新北市來講就好了 新北市啊 剛才那地方算很勒勒 很勒勒 對 前有余天先來唱歌助正嘛 對不對 雖然余天這次沒有在 不分區名單 其實本來想要他擺 其實余天喔 因為上一次的創傷 讓他有點感傷 其實上次就擺在安全名單 可是誰怎麼會知道說 沒有排鍋子錢就會回來了 鍋子錢喔 我覺得會 他不然是來錢 不會啦 那個來晚了就不用講了 不用來了啦 老K不勞地動山搖 我跟你講 重點在喔 這一次的決戰觀點 是新北嘛 新北下去下去嘛 欸 你們就用這個slogan啊 我覺得這個slogan不錯啊 我剛剛臨時想出來的 老K不勞地動山搖 對啊 為了台灣的和平安定 老K不勞地動山搖 老K不勞地動山搖 老K唯一勞的就是黨慘啦 你撥不了啦 那今天喔 我跟你講啊 新北市為什麼一定要出力人出來代表 變成國民黨候選人 再來這樣搶救嘛 誰 江衛生是在那裡沒想到 他沒主力輪加錢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江衛生我們就靠 我們要靠李婉玉欸 農田水立會那裡會倒啦 對不對 國民黨選舉不靠那裡水平 你們把李婉玉勸退了嗎 還沒嘛 對不起喔 連李婉玉 對不對 李婉玉都跳出來 其實李婉玉馬上 議員就要補起來了啦 但是為什麼這次說要出來算 我實在說他很不服氣啊 因為人家說他收了什麼 這個國民黨朋友的錢嘛 被你們造謠 所以他就先進參選 你不要隨便亂指扣 你先讓我講完啦 因為這個理由 所以他非選不可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他實力這麼嚴重 他上次跟議員就拚了 對不對 他上次是用拖黨參選 所以跟民進黨已經無關了 他現在因為他靠他老爸 因為他老爸是 婚臨 婚臨人 他做婚臨人的婚長 這個呂北同鄉 在那身份量是最多的 雲林 雲林 蔡小雲的場子 雲林同鄉會就是 李婉玉主持以前 其實喔 李婉玉能選上 都是靠他老爸 他們老爸如果不出來可以捉拔 那基層的力量 老爸說 你跟他是好朋友啦 好朋友 對 我知道小萍跟李婉玉是好朋友 兩個人常常在通電話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大家都不要互相扯什麼 李婉玉有沒有他一定的實力 有 但是實力是來自於他老爸 你老爸有很多 他已經建築國事 你要有幾本的學歷啊 國事拿到沒有我還不知道 先不要講這些事情 重點在於說 雲林人本來是 旅白的時候大家都會討拳嘛 所以上一次是說 喔 自己的女兒要出來選啊 當然要收聽啊 不過上一次是 因為他民進黨拿名 後來他負責沒過之後 他又執意要出來 執意要出來參選 0對3名之後會贏他嗎 小萍 羅智政是主委 他看到現在 小萍你不要急啦 不然你們就直接 不要讓江慧珍選 就提名李婉玉嘛 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啊 不是嗎 既然你就沒有要拿 沒有要拿李婉玉啊 你現在還要拿他唱什麼 他參選我們樂觀其成嘛 為什麼小萍會樂觀其成 這樣道理很清楚 會幫到江慧珍啊 因為要分 因為要幫江慧珍嘛 因為要幫江慧珍嘛 所以我說這一次喔 是民進黨的票 會不會被李婉玉分取 那關鍵就是在 這個 旅北的 所謂雲林同鄉會 旅北的同鄉會 但是我知道啦 實在說 他老爺 旅北同鄉會這局 全國的 他不需要加進 所以 全國的同鄉會 有意見喔 如果這樣是 你分林的這個同鄉 我們不一定要聽你們 你女兒子 既然大家這樣 想要分的時候 就分得清楚了喔 不過 李婉玉講這個事啊 我不談對錯 沒有天下是腦筋的對錯 哭的講你知道嗎 李婉玉哭就對你講 李婉玉以前是 華航的空姐 然後以前華航夠藍的吧 李婉玉是森綠 那時候民進黨的活動 李婉玉哪裡是森綠 你不要亂講 阿扁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他是 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踩著高跟鞋 去跟他遊行喔 發傳單幫阿扁 選市長的時候 跟趙老康 跟黃大洲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除了森綠以外 他說我一定要站出來 他還找一些空姐同伴來 因為穿著高跟鞋 那時候缺的是中產階級的美女的形象 因為老人家男性衝阿殺 民進黨早期比較那樣 他希望衝在這樣的肅殺之氣 我講的重點是 他認為他很忠貞 然後為什麼羅智政主導的 把那個林水山的民調贏他 他檢舉送盤子 超過30塊怎麼沒處理 不了了之 最後林水山第一 他的民調贏何博文 你們信不信 你說林水山贏何博文 初選民調第一名 結果選舉的時候落選 全大選都落選 提五個就調你們 調水山兄 他就還會不服氣 他說余思我要報羅智政 初選不公的仇 余公他要解發羅智政 不公不義 這個人以後不能當新北市長 小平解釋得非常清楚 就是因為他這樣死 所以 那羅智政會不會很緊張 現在的選情 當然會嘛 原來是江慧真很緊張 本來是羅智政 江慧真 就費私商 那現在多了一個李婉玉 就三腳多 是啊 但是三腳多 這腳有力一點 但是他就是因為五五波的狀態 但是他不用調 他不用調 只有有關鍵的 比如說五千塊一萬票 我們的貴賺很強啊 就是關鍵就是 他就把羅智政給落人 對 如果關鍵差五千塊 五千塊 分認同樣會有三千塊 我在這個組織 如果把它應用過來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會逆轉喔 所以現在是因為這樣是羅智政會緊張嘛 那但是我是說 因為大家都很了解這個 剛剛小平說他很清楚了嘛 他樂觀其成嘛 結果 不談動機 這樣的結果 殷錯良大 你的恩怨造成我們得利 恐怖這句 講白一點啦 就是羅智政跟江慧真的差距 大概就在一萬票以內啦 更白講 對 對 對 可能就是李偉玉的票 是個變數 因為如果雲林同 因為我們自己在跑地方嘛 板橋西跟板橋東是很接近的 對 我們也接觸過雲林同鄉會的人 他只要保持中立 民進黨就開始割了 他只會去現場 站在正中間 有啦 有啦 他有現場啦 但是我必須說啦 如果是對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一定了解的 就是說 第一 他如果不是本黨的 不用再說了 你自己是退黨參選的 那就不用再說了 第二就是說 這球大家都知道說 變得很暗的 五五波 所以李偉玉 如果你不是代表藍軍 那你也不是代表綠軍 那你是在玩什麼 我看到綠營的朋友啦 不會那麼 腦袋非常清楚 他可以很清楚自己 所以現在新北的選情 唯一的關鍵只有雲林的同鄉會選票 新北的選情現在非常非常緊繃 除了羅智政那一區 羅智政跟江慧珍 五六個區緊繃現在 新的形勢 羅智政跟江慧珍 因為李婉玉現在變得非常緊張 還有其他區也很緊繃 我跟你講差不多 本來我們略輸的 現在有機會拉平的 板橋兩區嘛 板橋 對 還有那個鄰國村 鄰國村 盧嘉誠 鄰國村要看康仁俊 絕對選到底 不要太認真啦 非常認真 然後黃志雄 黃志雄 對呀 這種粵輸的 五六席 來回 要輸一起輸 來回差十席 那為什麼這樣 當然第一個 換術有差 所以你們自己內部有沒有評估 有民調本來都輸十幾趴 現在都要拉到五趴了 羅家誠輸五 羅智政也只因五 我們江慧珍也只輸五 紅袖住的時候都輸十幾趴 那都幾乎都要放棄了 羅家誠那個時候出選的時候 這下差距在五趴的 羅智政這一席嘛 羅智政和江慧珍 還有羅家誠 黃志雄 還有黃志雄 還有林國村 至少四席 有四席 那會差距就在五趴左右 我要非常努力 我們有燃起的希望 是是 你們不是要守時嗎 你們現在實席耶 你們現在要守時才對呀 來講一下羅家誠 守時 守笨 守密是五手 好嗎 來講一下羅家誠 羅家誠有拉到那麼近嗎 因為之前我聽說 他距離比較遠耶 紅春謙很用力啊 不是打一場無限戰爭嗎 對不對 然後而且民調差得蠻近 那時候輸二十趴 跟吳清雲的初選的時候 對啊 之前輸很多耶 所以我們很努 羅家誠很努力啊 而且本來里長聯姻會的會長 之前選舉都把他穩住 本來是被 所以吳清雲他們那一派拿走耶 民進黨的 里長聯姻會 主承啊 現在有老哥回來嗎 沒有 現在是我們國民黨當選 那洪春謙很用力的把他拿回來 然後 洪春謙很用力到里長喔 然後曲家欣在指揮 你們洪春謙有沒有在幫那個動啊 洪春謙拜託洪春謙 不要再幫吳清雲太多忙 你們民進黨的洪春謙各家票 各家人 我 洪春謙有沒有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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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吳清雲上 你完全判斷錯誤了 其實 政治的競爭是因為 誰希望吳清雲上 洪春龍 因為吳清雲上了以後 洪春龍在議員的局 他的局是可以合作耶 對… 我不在說這個重點 其實… 想上 又怕這個洪春謙的人事壓力 小平 你說… 你說這個 不適合我們的邏輯 我變成這裡 其實吳清雲的地方 我不曉得要 因為吳清雲我們的囚 是因為這幾個議員 大家非常的團結 都要把吳清雲扎幾個月 因為吳清雲本身 他的基材實力所有的社團 包括公司廟宇 公司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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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什麼都有 他很厲害 所以這些人都跟他說 一個操 集資票機 跟沙克里發 他們這些議員 以後就好算了嘛 你們都不知道他們的事 所以這邊的議員 因為我們市民去跟 國民黨內也有 我有去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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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騎台 不是只有騎台而已 中途先去飯桌 吃飯去分兩台 開港兩句 聽說他們怎麼說這個候選人 我要來騎台 我不太知道 有去騎台 要騎台 做功課 所以他的基材 是有夠扎實的 平衡的人怎麼說 平衡的人怎麼說 不好意思 怕得夠 不是怕一爪 因為怕一爪 還怕幾爪 當時有案件 馬上回報 不管他行不行 不行 他也會跟你說不行 他不是這樣 選民服務做得很扎實 做得很扎實 所以他選舉後 他只要登記 就能最高票當選 所以這個議員董事 大家都希望 這要給他 可以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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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給小平說一下 小平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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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王的票也要 這真的 真的 好多面 請求諒解 大家眾志城 少數願意跟住住解開照 對 他有一個總共還是做對聯式的 他好幾個地方都這樣 連柱子都放 提誰他就挺誰 他要請求 洪春謙到底用力到什麼程度 很用力啊 用力到什麼程度 他影響力有多大 我覺得蠻大 人力 物力 財力 公廟 里長 農漁會 農天水利會 反正上天 遁地 打一場無限戰爭 一定要人家可以 洪董事長 當然實力很強 沒有錯 洪董事長 這一次在總統 不是挺朱立倫的 是挺蔡英文的 是我同意 對不對 我同意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要下達指令下去說 總統回答 他下達指令 分裂投票 這要怎麼分裂 這我不相信 蔡英文大學 我不相信有分裂投票 沒有可能 為什麼朱立倫也去處理洪春謙 讓他這樣分裂投票 他現在罵朱立倫啊 都沒去看他 你們蘇嘉全去了八次 蘇嘉全去了八次 蘇嘉全去了八次 對啊 蘇嘉全去 朱立倫不要說八次最沒 也要三次 叫他趕快去 叫他趕快去 他們本來是好朋友 朱立倫可能 先到中南部 叫吳敦毅拜託一下 吳敦毅都沒用 吳敦毅為什麼這次都不動 吳敦毅啊 如果他接主委就會動 朱立倫要拜託他接主委 怎麼不然我來當主委 這樣很糗 總統你來 後選來拜託 但是不用主委 他也是行政政務官 怎麼不能動呢 副總統也可以下去輔選啊 他有拜託林宗生的台商 林宗生他推薦去當了 海基會董事長嘛 是吳敦毅的人嘛 然後台肥的員工 眷屬的 那李復馨 我直接問一個很簡單的 你拜託我去幫忙啊 吳朱 吳朱王 什麼時候合體 22號 還有馬 還有馬 你們確定嗎 你們確定馬也要來嗎 你們確定要跟馬合體嗎 會 樂觀行程 你們想清楚喔 會會會會合體 22號檔慶 所以吳朱王馬那天要合體 四大天王到齊啦 喔 四大天王 可能那天公布副總統 會到那一天才公布啊 很有可能 對 對啦 而且要破兩萬 要跟你們拼塔 把你們這樣拉過去 欸 等